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里是安全工具片 APS4看的最后一节 APS4看的扫描结果分析 我们在上一节课 已经对WS的测试网站进行了一次常规的扫描 我们来看一下 扫描完成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点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总览 就是17个安全问题 4个高位 一个中位 3个低位 一个9个信息 可以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有两个收购注入 两个以解密的登录请求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漏洞 这边总共17个 可以看到在每个链接上面 它会显示出这个链接可能有8个漏洞 这个链接有4个漏洞 这个链接有1个漏洞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这些就是一些什么日记 就是在XS干干了一些什么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问题的详细信息 主要是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问题的信息 收购注入 一点提供一个 它会报警说这边ID存在收购注入 可以咨询就是什么是收购注入 我们可以看一下可能原因 这个就是XS干比较好的地方 它会给出一些原因的解释 就是说用户输入的 输入一些字符已经被执行了 大家下次可以看一下这些资料 还有一些修订的建议 也是比较好的方法 在我们在写伸多证实报告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些修复的建议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 就是测试的请求跟原始的请求 原始的请求是这样 返回值是这样 然后它点了一个测试的请求之后 返回的值不一样了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在浏览器中显示 FuS干的浏览器比较差 这样微信不是很好 可以看到这些有个解密的 这个问题的信息就是 验证的参数密码参数 不是通过SSL发送的 这种是一种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在像服务器提交你的密码的时候 未被经过这种加密的发送 可能在别人拿下其他服务器的时候 在秀探你的 就是说HGB请求的时候 会把你的密码记录下来 如果你是发送的加密后的时候 它没有用私钥来进行解密的话 是无法成功得到你的密码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不安全的方式 一些是路列表之类的 就是它的样子 显示一些虚拟摸入的内容 还有一些cookie中缺少http的属性等等 发现数据库错误的模式等等 它就是通过这句话来判断 这个数据库发生了一些错误 一些咨询 它会给出一些建议 修复建议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来再看一下报告的生成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完成之后 可能会进行一些报告的导出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生成报告内容 有一些综合的报告安全性 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选择一些请求的方式 也可以构选一些咨询 或者修复建议 修复建议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就选择一些默认的 可以选择一些行业的标准 这些我也没有怎么用过 主要是这边前面生成报告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放到桌面 导出报告是PDF的格式 看一下我有一个目录 然后就是一些综合报告 然后就是一些详细的报告 存在的点 然后是怎么发现的 怎么测试的 包括还是比较详细的 就一般大家在测试出这种 有一些高位的漏洞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手动的验证 那么可以直接复制 连接 经过一些手动的验证 参数是ID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自己的手动验证 看存在是否存在注入点 实际进行的报错 反归正确 查看一下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 包出了一个 My Microsoft Super Server 2005的 这个版本 说明我们这句 这个语句已经进行了执行 说明 这个参数是存在 收购注入的 我们是最后 我们已经找到了 不忘了 用量 选择 在users的表里面 查询第一个用量值 可以看到是这个值 再看一下upass 这一段是可以报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进行手工的测试 可以看到是这个值 我们刚才在课下进行了一个soco map的 可以看到第一个值跟密码 跟我们刚才爆出的是一样的 nm值 确实跟我们刚才爆出的密码 账号密码是一样 下来肯定也可以验证一下这个 之后也可以验证一下这个 这个是比较好验证的 通过bofsway的抓拨功能 可以看一下你的传输的账号密码 是不是原文的传输 最后是一些敏感兮兮的泄露 可以一些修复的建议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节课到此结束